每個人都想移民 師傅 最近大家都說想移民 但是移民 你想不想? 我當然想 但是有沒有面上、手上看? 我有沒有看? 我有沒有移民? 移民我們看的是什麼呢? 如果是手上的話 要看那個生命線 豁得夠不夠很大 因為這個生命 代表你逗留的空間 如果豁得大的話 就可以去很遠的地方 你合格 我生命線也是合格的 這條線 這條線是否大 你也挺開的 有些人的生命線 這個位置很窄 這個是代表地球 原來是遠的 或是代表去很多地方 生命線 你也有不少的地方 第二 除了生命線之外 要看旅行線 旅行線由這裡而出來 如果很多旅行線 容易到處找 旅行線由這裡到這裡 旅行線越長 去移民的地方就越遠 有少許旅行線 暫時未能移民 即是只有旅行 沒錯 然後看面上 就是我們說 液碼位 兩邊液碼的位置 如果液碼高 和明亮的話 就會有移民的機會 即是人們不需要擔心 M字押 不怕 不怕 飽碼都可以去移民 M字押 最喜歡去旅行 哦 對 到處走不定 對 本身 這個液碼位 飽碼名亮 都有這個移民運 對 而且要看你 是否液碼的新潮 那是哪些呢 四液碼叫 人生自害 人屬老虎容易移民 生猴子容易移民 蛇容易移民 蛇容易移民 豬容易移民 哦 那些新潮有沒有說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再加出移民的命 在風水中 每一間屋 都有一個叫做液碼位 在液碼位 那裏放一些 動動意象的東西 或者放幾隻馬的意象 那其實 可以加強移民的運氣 那一定要逐間屋 還有要看回時辰八字 我們才會計算 誰是這個人的液碼位 還有 你要看回 不要移民錯的地方 哦 也有分的 當然啦 我們有兩樣東西 冬天出生的人 不要移民去北方 夏天出生的人 不要移民去南方 就可以了 哦 原來是這樣 哦 原來是這樣